07快男舞台爆笑现场 张杰 魏晨 喜提名场面 上期我们考古了07快男从海选到13强聚齐 又搞笑又羞耻又刺激的一些名场面 本期我们继续围观0713在比赛中搞笑 搞笑中比赛有多么的Enteresting 11禁酒这一场依然是感动与搞笑并存 比如张杰突破自我 与舞蹈老师来了段贴身热舞 看完我脚趾抠地 关键是九进七的时候又来了一场尴尬升级版 张远的表演又开始了中二属性 弄这个斗篷的意识 苏醒从此就走上了自己的PK王之路 次次带定 次次PK 这一场直接把团宠小亮哥PK走了 大虐 王争良一淘汰 魏晨 张杰 王岳新等等人全都哭了 话说大家哭早了 苏醒就是从这里走上了全员不再见的道路 据当事员们回忆苏醒的存在变相促进了其他人的团结 一门心思想弄走苏醒 我以为大家都会只苏醒 因为当年我们大家都不代言他 嗯对 都不喜欢他 每一场都说他怎么才不逃他 才不走 而且就其实那个那个跟小亮哥P那场是吧 大家都以为小亮哥晋级 嗯 是不是 结果他赢 所以大家更讨厌他了 哈哈哈哈 当年大家的团结苏醒立下了汗马功劳 真的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团结就因为苏醒 大家共同的敌人就是 救命啊 这是什么大烟总剧本哪 久近期除了张杰热舞的冲击式舞台 还有魏晨边跑调边唱歌 因为想把感觉都有了感应 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 有你就要好听起你 被评为狠批 启提一个为二环称号 从头到尾都不在调子上 刚才听你唱歌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乐队吧 是在三环上开 你呢在二环下 咱就是说 评委们别着急啊 还有一个 杨短必尝试小提琴带欣赏呢 杨长必短 你要加油啊 杨长必尽小提琴带欣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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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说 余昊明 我说你有种 但是也要拿程度来表现 你刚刚那样表现一开始 我不知道你是不熟歌词还是怎么搞的 你到底在心里有什么事情 怎么到刚刚现在你把所有怎么样 就要喜欢人把票给王月欣你要放弃是吗 我宣布本场MVP必须是包小博 最后王月欣淘汰 选手们又一轮包哭 话说余昊明 王月欣 魏晨啊真的是妥妥的三个小哭包 每次看他们哭 又感动 又好笑 六进五啊 又是明场面超度的一期 比如魏晨甩面试和舞伴互动 好家伙给人舞伴直接扔地上了 一个字 绝 还有经典的帮帮唱环节 大家帮到忙都帮得很努力 张远帮唱集结 画面有点好笑 苏醒找来了陆虎和姚政 苏醒拼了命的想往回啦 这俩人呢拼了命的想把苏醒送走 这段真的是百看不厌的名场面呢 当然也有正确帮唱的表演 听完耳朵都得到按摩了 最后余浩鸣被淘汰 这段寒泪发言太出人心了 我没有为我的离开而伤心 只是现场朋友为我呐喊 我感到非常感动 谢谢你 镜头去到现场粉丝 我都担心他们会哭绝过绝 比赛走到五剑四 那全都是强强厮杀了 无论谁唱哪首歌 我都感觉好好听啊 张杰的夜夜夜夜 陈楚生的故乡都好听 这期还有飞行嘉宾的帮场 莉娜爱梦蒙reborn都回来了 让我梦回超女 最后集结被遗憾淘汰 DNA狠狠的动了 这期呢也是飞行嘉宾帮唱选手 其中Sara跟魏晨的合唱老好听了 当然让我印象最深的 莫过于谢娜张杰同台 全场吃瓜呀 评委老师的点评亮了 但是我刚看到你们双人的共舞 真是天生一对啊 你们俩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水乳交融 这场呢还有一个超绝的粉丝福利 就是有偶像现场邀请一位 当天过生日的粉丝 然后给他们唱歌 啊 看了 留下我羡慕的口 最后张杰止步四强 苏醒 陈楚生 魏晨 开启了冠雅寄军的争夺 当时陈楚生的场外人气 已经是一记绝成了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 大家享受舞台就可以啦 随便挑起手 大家听听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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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回忆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我的爱就有意义 在重重赛制的PK之下 最终魏晨拿下季军 苏醒亚军 陈楚生毫无争议的获得冠军 到这里呢 零七快难的复盘差不多也结束了 不得不说零七快难 不仅是整体实力最强的一届 也是带给我感动最多的一届 大家都很有和谐比赛的氛围 真诚比新眼子更多 个性也是以前是什么样 现在就是什么样 虽然这么多年 每个人都经历了起起伏伏 有的红了有的糊了 但再就业难堂的翻红 就证明这群人真的是很有人格魅力的 好啦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热爱选秀热爱考古 请持续关注本系列哟